近段时间,南海海域很不平静,且再加上美国等域外大国持续作梗,导致相隔一段时间出现波澜。 近半年来,美国不断出动航空母舰打击群,擅闯我国南海海域岛礁12海里之内,再加上中日两国围绕着钓鱼岛争端,作为中国固有领土,长期被日本非法窃据。 为维护国家领海主权,我国在本月4日公布海警法草案,重点则是根据目前中国面临形势,制定捍卫国家领海主权安全重要法律。 海警法草案中明确提出,赋予海警船只在国家主权、主权权利和管辖权遭到外国组织、个人的不法侵害或者面临不法侵害的紧迫危险时, 有权依据本法和其他相关法律采取包括使用警械和武器来内的一切必要措施,当场制止侵害、排除危险。 最重要则是明确指出,在何种情形下可以使用手持武器,何种情形之下可以使用舰载或者机载武器等, 这将让中国海警船只和包括海军根据不同情形利用法律和武器形势捍卫我国领海主权。 我国制定海警法则是维护正当权益,相反,这让美日两国炒作中国海警法, 毕竟中国海警法直接戳中日美两国痛处,让日美两国如梗在喉。 日前,日美两国媒体迅速炒作中国海警法允许使用武器条款, 再次将海警法跟中国威胁论牵扯到一起,在美日紧张之际, 不断无端指责和无始生非渲染威胁论, 其实,这将打败日美不断在周边海域独霸的局面, 让日美干到很不适应。 据《环球时报》援引《日本时报》报道称, 按照海警法,中国允许海警人员动用武器, 可对航行在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的日本船只, 仅使开火权利。 首先,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一直都是中国固有领土, 而日本非法在我国领海和领土上航行, 日本船只成为被打击对象也是理所当然。 而且,日本一直采取军事手段,在亚太地区搞小动作, 加入美国主动的印太战旅联盟, 狼子野心昭然若揭, 美日两国最近半年不断在南海海域进行军事演习, 而且美国军舰也在南海战斗巡航, 包括宙斯顿级驱逐舰在东海海域航行。 此外,日本不断向西南方向增兵, 明眼人都知道,日本正在增强西南岛屿力量, 最终目标则是针对钓鱼岛方向和台湾方向。 而且,美国一再宣称, 美日安保条约适用于钓鱼岛, 不断为日本撑腰打气。 因此,中国此时推出海警法, 赋予海警船开火权力, 将可震慑美日两国在东海和南海的挑衅, 而且也将捍卫我国在南海和东海权益, 特别是在岛礁问题权益, 是反制美日两国在海上的严重挑衅。 美日两国相互勾结由来已久, 特别是最近,美日两国上窜下跳, 纠结印澳两国举行军事演习, 意图打造针对我国的准军事同盟。 面对着美日两国不断在南海军事挑衅, 赋予中国海警船只开火权力, 也是针对美日一种强大心理威慑。 明天地夺权力, 成熟初《冲提按针》的新冠简单。